巴打林在野市政厅捉狗队和年长的狗主爆发冲突 不过在狗主被控妨碍公务罪死 涉嫌治伤狗主的执法人员却没有被提供上庭 使得正义继续发酵 巴打林在野市政厅今天就发文辩解 有关的执法人员没有遭到提供的是因为当事人并非蓄意伤人 市政厅已经展开了内部调查 今后也会改善抓狗行动的程序和方式 这里提醒您以下画面可能引起不安 巴打林在野市政厅今天发文告捍卫涉嫌治伤年迈狗主的抓狗队成员 强调执法人员无意伤人因此没有遭到提供 市政厅在文告表示抓狗队成员没有面对提供 因为抓狗棍是在争执过程中不小心碰到投诉者的脸部 而当局在事发后已经把案件交给警方调查 不会包庇任何犯错成员 同时当局本身也已经执行内部调查 接下来也会改善整个抓狗行动的程序和方式 包括低风险执法人员必须佩戴随身相机 把行动期间的照片摄录下来 至于具有高风险的行动 市政厅将会联合警方一同行动 而为了确保抓狗行动的过程透明 市政厅也邀请非政府组织代表和居民协会一同参与行动 市政厅也进一步说明 当局是屡次接获投诉 有关巴达林在野娜加布兰花园一带出现野狗追人 而差点被咬伤了事故 才会展开抓狗行动 从2020年至2023年3月之间 当局一共接获16宗有关野狗 在有关花园出没的投报 并展开了12次抓狗行动 一共抓到39只野狗 市政厅表示野狗出没问题不能轻视 除了因为狗只打架和肺声扰乱社会安宁 也会引发各种卫生问题 巴达林在野市政厅抓狗队是在3月23号晚上 执行捕捉流浪狗行动时 因为粗暴对待并且智商一名阻止行动的男子 而在网上掀起热议 根据网络上流传的画面 69岁的狗主邱建伟已身护狗 阻止狗儿被捕 结果在过程中被铁棒打伤 导致他的下巴和脸颊肿胀 手腕也被割伤 邱建伟事后到警局投报 指控市政厅官员蓄意伤人 而他本身也在3月31号被控上庭 面对妨碍公务罪 但他否认有罪并要求审讯 更多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红 鑿駛 屏幕保持人 在这场内容 感谢观看